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嘉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丁正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孙岸轩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苗文 大家好 我是张学院 我是时代少年团颜航香 我叫何俊玲 今天要做一期ASMR的挑战 今天要挑战ASMR ASMR的挑战 ASMR挑战 ASMR挑战 对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现在开始了 OK 那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咱先从第一个开始吧 你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吧 对 太棒 现在就要准备开始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的颜色是绿绿的 平常 在宿舍可以经常见到 想让你看到那电脑服 对 只有饮品 我们不赶时间对吧 那我接着吃 我说马哥说这么久 你有事儿吗 马哥 哎呦 手有点黏痒 必然是薯片呀 不是薯片 是啥 确定 我直接薯片 我请大家吃薯片 行啊 就是薯片 马哥就要说不应不是薯片 薯片 真的吗 那不是薯片 看看吧 是海苔片 哈喽 我等着张真元的时间 谢谢真元 你就只有一个 踏踏踏的声音 对 谁叫谁什么 嗯 嗯 嗯 你现在打寒吗 嗯 嗯 就平常在宿舍经常能喝到的一种东西 嗯 太棒了 西周 我喜欢西周 西周 我 我是牛奶 周天天喝得到吗 我是牛奶 我喜欢牛奶 必然是牛奶啊 这水啊 你一听就是球子呀 喝牛奶当然是那种 顺畅的呀 这一听就是中间夹杂的某一些 在宿舍计算 哦我们有一段时间 天天早上喝粥啊 最后就是挺难猜的 有多难猜 难道 如果我们都猜出来 应该是精神 哇哦 拍不出来我们一起去 我竟然拿了这个东西 挺困惑的 挺苦的 挺困惑的 我会困惑的 是一个摸起来 软软的 嗯 运用在身体上某些不为的东西 这个形容好奇怪 但是它确实是这样 毛巾 毛巾 你猜是毛巾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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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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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了 我先说了 我们尝第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我第一次见它的本体 对 以前都是喝饮料 它会有里面的 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接下来我来尝尝它的味道 有点酸 酸酸的 酸酸的 对 很适合泡水喝 它有个提示词 它是在车里面见到的 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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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颗一颗的 黄色的肉 黑色的纸 白香菇 太简单了 再进去白香菇 是这样拍摆 ok 接下来第二个东西 在我家很常见 揉起来很舒服 捏起来很解压 它会皮里巴拉 皮里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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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捏起来 可以捏起来 经常出现在什么盒子里面 勾一碗草 你在里面 ok 就是这样的东西 它放在胖地里 包装外面的那个东西 对 就是通常用来 这是用来检震的吗 对 用来检震的 唰唰唰 我直接写一个泡泡 我就知道 大家应该都能懂我的意思 写个泡 写个泡泡 写个泡泡 有必要吗 接下来第三个东西 在外面有一层白色的小颗粒 像一个瓶子一样 黑红黑红的 这个不得拉了吗 点起来酸酸的 吃起来也酸酸的 我觉得到了 会不会是这样的软糖之类的 哇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们经常吃一个糖 一个糖 像瓶子 像瓶子 就是可乐软糖 就是可乐软糖 可乐软糖 我觉得就是可乐软糖 我也觉得 可乐软糖 可乐不是甜的吗 你吃过可乐软糖吗 好 让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东西呢 它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非常 喜欢晒太阳 它的母亲 是一朵花 瓜子 瓜子 香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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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们来听一听 它的声音 它非常的黑 比黑美人还黑 就是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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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好聪明 我真的 就是花子 郭安琪 第二个没那么好猜 第二个 它是一个 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东西 来听一听它的声音 我小时候吃车的时候 里面好像还有什么卡片什么的 干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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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摆一块下来 拜托了 拜托了 就是干水面 干水面 太简单了吧 太简单 然后第三个 是我们的中级大波斯 完了 好酸 这个东西酸酸的 它的食物不好吃 但是它用来做饮料 零食就特别好吃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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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黄黄的一片 大家都说 什么金啊 什么金 柠檬金 柠檬 柠檬 哪一个 真的吗 这要不能改的吗 马贵是什么 真心 我先从第一个开始 我们一起吃 聊天 语 paranormal 火葱 davam istical 我一直在吃 对啊 什么东西 这有什么线索啊 太好吃了 我给死了 这节目是太好吃了 黄瓜 我不知道 黄瓜神经 黄瓜神经 黄瓜 黄瓜 真的是黄瓜啊 黄瓜神经 黄瓜神经 我这样受不了了 黄瓜 你还是觉得这么像 那好吃 你可以适应 黄瓜不是像麻将吗 对啊 对啊 可以乱说啊 可以乱说啊 一脸默默的 真香 香水 香水干嘛 你的电脑 你会这么拍吗 不会吧 你去文印吗 华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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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个东西 那就不得了了 听节口的 对 听节口的 反正这东西我是不喜欢 开玩笑我喜欢 你觉得对于这个东西形容好吃是可以有什么可靠的现状吗 这些是生食物对吗 一个好吃 是不是酸奶 一个是好吃 一个是解渴 酸奶也解渴 酸奶吧应该是 熊吧熊吧 打错两个了都 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 奶茶 你应该说里面有什么耐嚼的 对啊 酸奶也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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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奶 酸奶也解渴 酸奶 酸奶也解渴 酸奶 Stein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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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s 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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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 跳舞 跳舞 哎跳了 跳舞 跳舞 等一下 等一下 要不要弃跳跳舞 不是跳跳舞 龍馬巫水喝了 是什么 我在这就有点不像你跳的 不是在这场我把黄瓜吃了 他把爽不吹喝了 跳的吗他不可能跳这么几下 他去睡一会儿跳 他能闭嘴的 跳跳的吗 是 就是你放到嘴里面 他会感觉那个在跳来跳 错了 是果冻 果冻 我就是 啊 不是 你再来我买一个你看那个 昨天撕包装 然后 我就是说没有听话的声音嘛 第二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天天都能用得到 一般才饭后才能用 这肯定就是吃 刚才是没有吃饭 我刚才是没吃饭 刚才是没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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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画筒结束不了的样子 开玩笑的 齐枪 你现在用齐膜画筒 你现在用齐膜画筒就知道 我应有先生一下我先整理 好的 大家猜出这些什么的吗 这位是牙签 我觉得是牙签 牙签牙签牙签 他说我们天天用 他说有的人犯货 又有的人 我就有写纸了 我就写牙签 不是牙签 我吃笔 厉害 你们这个小朋友到底吃啊 我要把它们一顿饭吃 吃了它这么光瓦亮 不是吃吗可以 你们大家是什么 说 是牙签 说 一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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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正吃了 你吃吧 炸了个牙 好的 我们要开始吃下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它放在嘴里 会让你的嘴巴变得更香 它是一种糖 这个东西跟我平时吃的那种款式不太一样 还有音乐 你要难教一点 要难教一点 想喝个头 去口香啊 泡河 泡河 这个场景我梦到鬼就是泡河 这是你的啊 你好 可香糖 耶 漂亮 漂亮 我还吹了那可香糖 是不想的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物品呢 是 哇 这个声音有一点点好听 它是我们站不了的时候就会吃的 哇 花生 我也觉得这个 写定吗 花生 哈哈哈 第二个东西呢 是 也是平常会吃的一个东西 有人说吃这个东西的话 对身体很好 但最好是早上吃 中午吃 好晚上吃 好吧 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我记得这个东西好像之前有人发起过一个调查 就是 专门为了吃这个东西 哇 哇 这个声音有一点好听 给大家看一下我笑的 感觉还笑的还可以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不是发起过新果吗 新果 谁发起过新果呀 谁呀 谁呀 不随风险随你动 下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 它 陪伴了我们很久 哇 就是每当我们 下了过道课的时候 就会 就很累了 但是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才会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 好 你不就谁喝 可乐 我两个喝 牛奶 三个舞台水 那你不要多了 第一个这个东西 现在给大家听听他的声音 鸡蛋 好,那我要进行第二步了 它是我们时常生活中都可以喝的 每天都可以喝 然后喝得最深调 喝到,听我啊,后面有精神 为什么要喝得这么慢呢? 它太粘稠了 没什么感觉 这么明显啊,你们都拆了什么啊 不对啊,我在想什么东西需要砸几下才能砸开喝 哦,咖啡 你去,你去 老干嘛 老干嘛 罐头 喝的东西,哎呦,罐头都出来了 你最后那次在干嘛啊? 干干啊 不是啊,老周 哎呀,喝完了 我在想它咋咋的 喝呀,要干嘛 不是水果罐头 就是酸奶 就是酸奶 老周 水果罐头 不是酸奶,我告诉你 我也觉得是酸奶 第二个,这个东西 我先来表述一下 它呢,在时尚生活中都能用得到 嗯,而且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 就一般我们在化妆和做造物法的时候都能用 嗯,那我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做你现在要打那个摩斯 什么是这声音啊 你现在要把他勒死一下 哈哈哈哈 就这个声音吧 听起来就会有一种 让人要生甜了的感觉 呃 卡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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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啦卡啦 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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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面试一试 你这吃了什么呀 就是吃 他吃了纸就会在那哭 就是吃了 我给你点线索 他其实在平常生活中吃甜应该是甜甜的 糯米纸 不是入口即化 不是 他是 也没吗 我认识吗 也没吗 我是把它喷出来的 我这种叫 奶油 奶油入口即化 对啊 奶油入口即化 它很甜 奶油有的不是甜的 奶油 不是奶油 你给在座各位一人买的奶油蛋糕 好 我给宿舍天空油 就天空 确认一下答案 要错一句错呗 我也写奶油 要错一句错呗 不想写棉花糖 糯米纸 写棉花糖 奶油就对了 糯米纸啊 你糯米纸啊 如果不给小老哥他们歧视的话 他们肯定猜不出来 怎么是奶油 今天怎么做了 猜出了我三个东西出来 那你很了解呗 哎呦 你还要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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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酸啊 那我给你多吃完了吗 我来表演一口串面 心急 真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新美食节目 对 美食节目 喝感觉有种泡不喝 这银片得50多元了 这个东西才有一种 莫名的心灵心愁 让我不自觉的想去 不自觉的想去喝汤 对 额头要吐了 太爱吃了这个东西 真的难吃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吃的这个 我再试试 最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